八正道呢 八正道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正见 正切的见解 那个最重要 那么从正见产生正思维 从正思维产生正念 从正念产生我们正语 讲话 正语 语言 然后从正语产生我们正业 业就是三业 生口业 正业 然后从正业产生正面 正确的生活 然后从正面产生正经济 最后一个正变 八正道 这个都实意正确的 所以在正见 正思维 正念 正语 这个我们有连贯性 从正确的见解开始 然后我们去思维 那个思维不是妄想 是要我们进入到的 所以就是从正见以后 正思维 正思维以后 正念 正念就是没有念头 我们不起心动念 就叫正念 我们有起心动念了 那个叫妄念 邪念 都不正 所以不要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无名 我们不要起心动念 就没有无名 我们有正语了 正念了以后 也有正确的语言讲出来 复合真理 不复合真理就不要讲 因为我们要了解说 现代的人 为什么都没有德性 就是被我们嘴巴破坏掉 都没有口德 乱讲话 把德都用掉 消失了 所以讲话就要跟真理相应 正语 那正业就是深口意 正确 我们所有的深口意 出来的都是正确 跟道相应 不照业 不照业就不说苦 所以正确 那正确就是正确的生活 就是赚钱的来源都是很正当 所以那个正面就是我们正确的职业 正确的赚钱的方法 那个就叫正面 那么正经济是要朝不生不寐的佛心 去努力 那个才正经济 正定就是我们已经可以从我们佛心 本体发挥出来 那个正定